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SH豬仔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9點8個字了 不知道有多少標迷留在香港 度過你們的復活節假期 豬仔依然遇上陪伴大家拍片 另外好像看新聞說很多人不上消費 豬仔都有標迷有不上到 鏡頭前面說一隻標 就是做這隻small reference 一月份的時候 兩個半月前至三月前 豬仔曾經介紹過一次 最近有課番 而性價比積很高 我看看有沒有最近新的標迷 或者上次沒有買到的標迷 都想擁有一隻small reference 這隻小樹枝叫做small reference 就是一隻精工sport的系列 精工5仔sport的系列 小樹枝在坊間很少見 因為是香港代理沒有的貨 而且應該比較少人去選購這一款 但是這一款性價比值超高 超順價錢的一隻 4R機身的自動機械錶 精工5仔sport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大部分都是不鏽鋼的外殼 配搭了不鏽鋼錶帶 或者有膠錶帶 而今天介紹的small reference 小樹枝有三種顏色 有我提前拿著的灰色 有中間這一隻 綠色的放射性文標盤 也挺漂亮的 墨綠色的Basol 另外還有一隻就是一個啡色的 黑巧克力 一個啡色的 朱古力色 應該叫 朱古力色錶帶的三種顏色配搭 好了 先拿起這隻灰色 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也挺特別的 三種顏色也挺漂亮 而灰色就會比較特別 因為灰色的Dial 本身在我們手錶系列裡面 都算不多 但是灰色加灰色的Basol 再加灰色的外殼 灰色的錶帶 就更加之少 全灰 可以說是 灰色的錶面 配搭了小樹枝這個 很輕的畫 小樹枝應該是 五六十個gram左右 等下才播放給大家看 很多時候這些膠錶仔 都配石英機芯 這次採用了特色一點 用上了4R36的機芯 一個潛水款的手錶 這隻錶都做了100米的防水 10個巴巴的防水 可以游水 標觀位置放在四點位置 一個雙向式的錶圈 它不是一個潛水錶 所以是一個雙向式的錶圈 夜光方面 時分針加上黑度上的點點 都有夜光 一齊看看這個灰色的夜光 時分針加上黑度 夜光也很亮 不錯 星期日力槍也清晰 按比例來說 它不算小 星期日力槍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日力槍 標觀位置也有護官位 你看到它做了小護官位 白底黑字日力槍 再加上灰色的樹枝外殼 還有灰色的樹枝外殼 左右兩邊都預留了錶洞 讓你方便更換錶帶 而錶帶都用了這個 生物提煉的樹枝 一來環保一點 二來可以循環再造 摸下去手感很好 很順滑的 很柔軟 比普通的膠錶帶 真的有些不同 另外就是有個 膠的油環 還有一個銀色的不鏽鋼針扣 針扣都算厚料 摸下去還有SEICO的標誌 先看看錶底 錶底沒有做透視的底蓋 這個小適合的小樹枝 做了四顆螺絲系統的拉絲底蓋 中間部分是SEICO五仔的超人標誌 4R36的機身 WATWC10個bar 也有礦詞的標誌 這個是灰色的 接著我們看看綠色的 綠色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做了放射性紋標盤 我太太才看到 她喜歡綠色 我其實喜歡灰色 因為全隻灰色少有 綠色確實很吸睛 不過這個綠色也有些不同 為什麼呢 我太太說 通常都是綠色 都是666 綠色的不鏽鋼外殼 就不會撞米黃色的外殼 確實也是很少 這隻是用了黃色的秒針頭 你看到 都是一個綠色的標圈 左右兩邊都是可以轉動的 計時圈 接著就是做了一個 礦物水晶玻璃的標鏡 礦物水晶玻璃的標鏡 還有樹枝的外殼 米白色的樹枝外殼 配搭了綠色的標帶 挺漂亮的 銀色的標的 先試試向上轉動 上髮條 這個做了一個拉推罐 所以就這樣向上轉動 上髮條 小的尺寸 尺寸是比較小 按去官網顯示 就寫39mm 我們一齊看看 等一下是39mm 還是什麼 先提起了標觀 有停秒功能 如果米黃色會不會弄髒 會不會弄髒 會弄髒 一個方法就完成 我試過了 就是用拆紙膠擦一下 當然你的拆紙膠會乾淨 不要太髒 如果髒的話 在白紙上擦一擦 擦一下就可以把污漬拒走 接著我們看看夜光 夜光的巧克力色 有沒有不同 夜光也是很光亮 先提起了標觀 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綠色和啡色 都是做了金色的指針為邊 然後灰色就是銀色的 剛才指針為邊 半格向下轉動 很好受感 很大聲 教育力很清脆 向上轉動 教升旗 有沒有留意到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中文字有中文字 我挺喜歡有中文字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是日本版 還是漢字 它不是中文字 這個是中文字 挺特別的配搭 很多時候精工的日曆 都是配了西班牙文 或中東文 豬仔不懂 所以我覺得 配中文字 特別不同 感覺 好了 教完之後 按進去拉推盤 同樣可以上法條 好 那錶帶方面 這隻也是配了 Bombastic 這個生物樹枝的錶帶 很軟 摸下去 也不黏塵 另外也是針扣 錶帶方面 也是一樣 也是做了 四粒羅斯系韻的 拉斯不守錶帶 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究竟多重 是否60克之內 很輕身的 小記憶 好了 現在都是流行 細錶徑 如果你是覺得 56克 56克 57克 56.9克 如果你都 認為自己的手 比較細小 可以選擇這隻 正貢 還有 它是一隻運動型的 自動型 即是很少 這些膠錶 是用上了 Bombastic 這個物料 然後 它是裝機械的機身 因為 SWATCH最近出的 都是膠錶 也是風魔士 有Sluppy 有之前 Crossover Omega 它也是石英錶 這個是機械 機械 直徑方面 39.6mm 厚度方面 是12.5mm 厚度 厚度 是45-46 這個錶 除了 物料 用了 可以循環再造的 有天然物料 Bombastic 或者 Small Reference 叫小樹枝 生物提煉的樹枝 之餘 顏色配搭特別 做了米黃色的錶殼 灰色是全灰色 三種顏色 還有一個星期 用了一個 中文字的日曆 都是比較特色的地方 還有比較輕身 最主要我覺得 就是它都設合了今年的潮流 屬於細直徑 39.5mm的錶徑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它建議零售價是1,600-1,700元 豬仔有一個超順價的推介 非常順利的價錢 帶上了豬仔14.8cm的手腕 如果你喜歡Bombastic 這款真的不錯的選擇 又輕身 又有Sport的感覺 又不老氣 整個感覺很年輕 好了 戴上了綠色 綠色很棒 我先戴上灰色 灰色的 其實整隻錶的手感 戴上去都很舒服 很舒服的 完全不會覺得 戴上去有些銀手的感覺 完全沒有的 很棒 這個錶和大人小孩子 甚至乎男孩子女孩子 都適合戴 因為它都有四顆空間 你看到還有四顆空間 這個就是灰色 灰色都很時尚 很型 這個是綠色灰色 再加上最後一隻 我先脫下了一隻 就是啡色的 啡色的 拼上去給大家看 總共三隻顏色 你喜歡哪隻顏色 可以在留言區告訴豬仔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豬仔推介 超順價 有多棒 980元 980元 一隻4R的精工機心 居然是980元 有原裝盒 說明書 保用證 做回一連報給大家 這隻small reference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這隻小樹枝系列 整隻錶很帥 非常之正 而且很輕身很舒服 適合夏天配戴 也可以去游泳 甚至乎 現在我們喜歡出外旅行 這些錶就適合了 沒有太貴重的手錶 又夠舒服 又faction 好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在Whatsapp 給我 可以打給我 夏天 可以尋找不同顏色 彩色的錶 令自己戴在手 都開心 這隻small reference 適合你 好了 980元去哪裏找 還要4R的精工機心 有盒說明書 保用證 做回一連報給大家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在Whatsapp給我 我各有三隻現貨 多過三隻錶迷 就要等假期之後 我再有得回 各有兩隻 就沒有多了 因為這也是一個超訊價錢 980元 外面大概賣1450元左右 我上網也搜尋過 香港市面比較少 但外國一些網站也會有 我希望你喜歡這隻small reference 不知道你喜歡什麼顏色 我就傾向灰色 我太太喜歡綠色的放射性紋標盤 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巧克力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980元small reference 心動的你馬上行動 超訊價